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坐车付钱原本是天经地义,但台北市有名公车司机日前却因要求下车为刷卡的乘客不刷卡,竟遭台北市公运处以善离驾驶座追逐乘客开罚9000元,有民众不满将相关资讯PO网,引发大批网友态罚,怒批公运处为何对客进职守的司机找查? 爆料公社及中华民国大政运输促进协会Enhanc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脸书 今晚间陆续PO出议则某位临性公车驾驶遭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开罚的文件,内容指临性驾驶今年6月间驾驶222路公车,但在行经内糊糊光市场战时因发现有乘客未刷卡, 顾下车请乘客不刷卡,但事后因此遭公运处开罚9000元曝光的公文上,可见到客运公司主管在铅盒中支撑, 联性驾驶平时在客认真,勤怠正常,事件主因也是为了替公司追回未刷卡之款项,并非无故离开座位, 因此最终记录由公司支付罚款,不过针对这起事件,网友仍然一片骂声,纷纷质疑公运处的做法,怒批政府是在鼓励乘客逃票, 逃票过了没被抓到赔钱的是司机,抓到逃票罚的还是司机,公运处卡因吗? 会逃票就是不想付钱,不叫他付钱难道还要磕头拜托他施舍给票钱吗? 高官永远不会体会基层辛苦,也有网友认为这样以后没有人肯驾驶公车了,驾驶员没有犯错